大家好, 今天會用大澳益昌號的手刷鹹魚醬 用來做鹹魚炒芥蘭 我自己覺得很方便 因為不用買鹹魚芳來刷骨 這個幫你刷人手刷 而且還用到麻油, 非常鹹香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炒出一個嫩綠爽脆 香甜又沒有苦味的芥蘭 還有這個, 絕焦 好味到不得了 好, 一起看看怎樣煮 大家好, 我是雞翼達人 先講洗菜 把菜放在流動水下沖3至5分鐘 目的是把殘餘的濃藥透過水力沖走 然後浸在一大片水中, 浸30分鐘 期間滿水2至3次 這個好處是可以把泥污、菜蟲都逼出來 而且令菜再一次吃飽水 待會炒起來就會更爽脆 好, 講到摘菜 首先撕走些花 因為一般相信含濃藥比較多 所以不要, 亦容易藏蟲仔 所以不要 如果請客的話, 這塊葉比較鹹 不要, 這塊比較鹹 外面 presidential皮革 特別是粗 那塊配方的盤 Millionen 通常會是批軌 所以只有這個少許 hier文 然後ướng 切一切 就只有右endo這一條底 另一條米 或是其他的葉 不要 看看這樣 自己吃就不太浪费了,自己吃就用手摘 摘了一片叶,先把叶摘下来 大块的叶在中间那里,就切开一半 这样一片叶小一点,吃起来就不太粗糙 好吃一点 然后就把头顶小小切走,然后斜切 切成两段三段 面积增大了,炒起来就快点熟 切好,就把菜放入滚水里焯一分钟 由于芥兰本身有苦结味,所以要加足够的糖去浸苦结味 再加足够的油,就可以保持菜的乱绿和有光泽 今次我要处理的菜比较多,所以我会用到先焯后炒 先焯一分钟,再炒30-45秒 这样比起整盘菜放入生炒会好很多 菜太多,生炒就不够火力 叶就很容易炒到老和粗糙 但如果先焯后炒的话,火力就足够了 即会快点熟,快点熟,菜就会比较爽脆了 好,炒菜烧热的话,去到没烟就加2汤匙的油 最重要是加1汤匙的黑毛猪油,是超香的 然后调至小火,放入姜和蒜蓉 炒1分钟或者炒至金黄 然后就开大火,再放些菜进去 其实只是炒几碗,记得是最大火 然后就会炒1-2汤匙的酒 加这个绍兴酒的好处,可以令菜的叶味和草青味都去走 换来就是一股香味 好,又是大火炒几下就够了 接着就埋芡 好,一路落芡就一路兜 下了芡,每条菜都会黏着酱汁 和黏着咸鱼酱 咸鱼酱到最后才下 其实它本身已经炒香了 所以最后就多1.5汤匙进去 然后大火,起细地兜它 务求兜均咸鱼酱,就可以上桌了 做好了,一味这么好吃的咸鱼炒芥兰就完成了 我们用糖和油去炒过去 所以可以保持很乱绿和有光泽 而且我们用到先炒后炒的方法 所以它更加快熟 所以就算是一大煲菜 我们都可以保持它的爽脆 加了蒜蓉和姜 最重要是豬油炒 非常之香 再加上少少的咸鱼融 又充满了咸香 非常之美味 好了,我今天又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这次分享的话 记得给个赞我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很需要你的支持 如果你的朋友都喜欢吃炒菜的话 不妨和他分享这个片段 看看他喜不喜欢用这个方法去炒芥兰 下次再见,拜拜!